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來追這個答案 朝野展開了相互罷免的焦土戰 刪舉舉來了 第一仗當然就是針對 基隆市長謝國良的拆糧行動 民進黨發動罷免二屆連署 已經達標 而面對綠營拆糧 來勢洶洶國民黨呢 啟動了固梁小組 能守住這一道防線嗎 而如果失守的話 後續的戰場會有多激烈 好 軍長跟大家報告 觀眾朋友 這一題非常重要 因為你不要再講什麼 板橋大三圓了 院政調起來說不要罷免我 那是明年二月以後的事 快的話明年五月才有可能投票 但今年的八月快一點的話 晚一點九月 基隆這一場可能就要登場 為什麼這樣可能 因為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 在基隆市長罷免市長謝國良的罷免團體 他的第二階段的門檻 是3792票 可是他對外宣稱 已經突破四萬大關 我再講一次 他的門檻是3792票 結果他現在拿到的這個份數呢 應該已經有四萬份 那你扣掉有一些重複 或不合格的 要超過三萬份的門檻 應該是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選招法 跟觀眾朋友報告 就是你所有的這個當地的公民數的 一%可以過第一階段 10%過第二階段 然後最後呢 就是25%呢 就罷免過關 那觀眾朋友 今天要講這一題 我不要讓大家聽得模糊 大家知道 我就喜歡直接直球對決 我就跟俊相哥 還有暴行的觀眾朋友報告 這個罷免案 會成案 會成案 這個罷免案 不會成功 所以會成案就是 會舉行一場 叫做罷免的投票 但投票不會過 好 那為什麼 你敢這樣講 你是半仙嗎 不是啦 觀眾朋友 我講錯了到時候 一翻兩瞪眼 很簡單 我們把這個新聞 講完之後 再講答案 好不好 我們大家都跑起來 我不要轉台 我繼續講給你聽 來 觀眾朋友 因為現在目前 在基隆要罷免謝國良的 有很多種 各種不同的理由 譬如說他的那個 Net大師生 對不對 譬如說他這個基隆市 你怎麼勾勾勞 機車沒有送 各種理由沒問題 因為總是有人 有仇恨值嘛 可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你注意看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沒有keep put 沒有 他就跳出來講說 你憑什麼罷我 沒有 他現在目前在做的方向 就是我認為最正確的 努力做好基隆市政 你說基隆有沒有討厭謝國良 一定有啊 基隆有沒有討厭國民黨 有啊 但那是討厭國民黨的人 未必是恨謝國良 他是因為國民黨嘛 所以反過來講說 現在目前會讓 這個罷免的門檻過關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青鳥 因為青鳥行動的人 在那邊活來活去的時候 有人在那邊連署啊 所以票數又來 你是基隆人嗎 寫一下 第二個 年輕人 因為討厭某一些 國民黨政治 我就不點名了 那這些人 最近跑去挺謝國良以後 本來不反謝國良 反那個挺謝王的人 因為仇恨值高 所以謝國良 這個表情就是對了 站在被罷免的角色 我現在跟大家講 無差別拉開 我們中華民國罷免史 我問這個俊項哥 陳柏有沒有被罷免成功 罷掉了 罷掉了 他的票數不容易 可是他為什麼被罷掉了 因為在罷免期間的時候 他還是全力的對戰 甚至去罵那些 要罷免他的人 王浩宇有沒有被罷免成功 罷掉了 他的門檻更高 因為他只拿1萬多票的藝人 拿了8萬5千票才過關 就超過 超過1千票 為什麼 就是 你在被罷免期間 還在拉仇恨子 還在跟他對嗆 怕你不敢的 那自己自己把票吹出來了 這種就會罷免掉 那我舉兩個例子 黃傑有沒有罷免過關 他在高雄 沒有 因為他在地方太穩了 高雄綠大於藍 所以反罷免票 還多罷免票 對不對 多了1萬票 第二個 林常佐 記不記得Freddy 他不是忠貞萬華 他被罷免 黃郭昌也被罷免 但他們都是屬於什麼 屬於在被罷免期間 沒有再繼續對象 所以基本上過不了關 那你講這麼多 謝國良是屬於哪一種 你看 他今天出席什麼 轉運站的起用儀式 對不對 那他原本在回向這個罷免 沒有 但是反而在講說 你怎麼沒有找這個林佑昌 林佑昌發文說怎麼樣 因為他是前市長 其實我覺得 對 像這種狀況戰 你把林佑昌約來 有大家發現說 你是一個好市長 反而更不容易過關 我先把答案跟大家講 第一個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門檻了 對不對 所以他的門檻是 7萬6千票 才會罷免成功 7萬6千票 你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那7萬6千票 剛剛旁邊就是謝國良 俊翔哥 還有抱歉人的觀眾朋友 這不是叫謝國良 他在這個選金融市場的時候 拿多少票 他拿了9萬6千多票 還是9萬8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差了2萬票以上 然後呢 民進黨的兩次選舉 第一個是市長蔡世英 是不是選出謝國良 他拿多少 來我用綠色的 蔡世英拿7萬1 是不是比這個門檻還低 好 這一次的立委是林佑昌選上 那他有個鄭文廷出來選 對不對 基隆的民進黨立委參選 他拿多少票 6萬9 所以呢 我為什麼這樣講 藍大於綠 俊翔哥你講 對了 但是我要再補充一點 什麼叫市長選舉 就是全台灣選九合一 還選旅長 九合一 對不對 什麼叫立委選舉 就是跟總統一起選 對 所以這兩次 全台灣都 大家都衝出來 你投票的時候 民進黨也只能開出 6萬9跟7萬1 經過兩次驗證 你要在罷免案的時候 開超過7萬6 你的投票率要到七成 那罷免案基本上就是四成到五成的投票率 只要沒有仇恨值 就算討厭 其實我兩個民進黨 每一個人都跑出來 從屏東來 從台東來 他也跨不過7萬6這個門檻 我就數字說服你 連選總統的時候都只能開出6萬9 你如何在罷免案的投票率 可能沒有到七成 只有五成 只有四成的時候 開過7萬6 所以叫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大家才會講 地方人士都知道啊 地方人士比較了解嘛 他說這個罷良成功率不高 就是因為這樣 你要開出7萬6不高 但是如果這個過程當中 讓謝國良傷心動骨的話 你不要忘記 他是要選連任的 可不可以對他造成一些影響 但不管怎麼樣 因為話題已經講到哪裡去了 我這邊把它打動 那我這樣講的話 根本就不會過啊 哪有補選的問題 但是已經有人在討論補選嘛 為什麼 因為要有期望值 就像我之前在講宥仁智一樣 如果有人準備選這個立委 才會有人動起來嘛 如果大家都興趣 誰要動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講說 如果罷掉了謝國良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 罷掉了謝國良之後 以後立委部分可能就會繼續 所以希望民進黨立委 在國會能夠 火技師燒 第二個 那金融市長 會不會變成是民進黨 高嘉瑜就跳出來啦 觀眾朋友 兩件事 第一個 高嘉瑜是民進黨 這次落選立委當中 極少數沒有安排的 那當然他自己對外說明 我知道一些事情 我也不方便說 就是要安排他的位置 他沒有滿意 所以他沒有去 所以他沒有安排 他沒有安排 剛好是火旗 如果真的罷掉的話 我是認為機會非常低啦 那他可以選基隆市的市長 為什麼 不是台北市內湖南港的立委嗎 因為他就是基隆 從中正國中 一路念上來 是基隆的學霸 才跳北育女 才跳台大 所以他是基隆的 在地的女兒 來我講一個 他不差別 之前大家講說 哎呦 嘉瑜你的枕頭 怎麼這麼髒 對不對 他人家就是賣這個 百貨行也有枕頭 他媽媽還在基隆開店啊 所以如果回基隆去選 哎好像也很適合 何況他本人都講了 有沒有 他說 我已經做好 隨時上場的準備 講到公義準備 跟什麼一樣 那當然啊 國民黨講說 你是當作文啊 這麼爽的 這麼差的嗎 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雄跳出來了 他認為說 這個事情我們不行 而且還有藍白哦 不要忘記 觀眾朋友 基隆市的副市長是誰 基隆市的副市長 是邱佩玲 他是民眾黨的 對 台灣少數藍白河的縣市 就是副市長 就是邱佩玲 對 然後基隆現在有一個 推廣大使是誰 是寶寶楊寶珍啊 所以這一場 民眾黨 雖然沒有 基本上要去幹嘛 他一定會挺住 謝國良 所以包含了朱立倫 黨中央說要出來 顧良 然後呢 民眾黨也會 互助謝國良 所以民進黨 只能開出 他自己綠色的選票 那綠色的選票 我剛剛已經分析完了 在這種選舉的投票率的 percentage大概就58左右的時候 76000要開過非常困難 我覺得 承案的機率非常高 但是罷免成功的機率 並不高 好 雨先說我們聽到了 承案會過 但等一票一票投票投下去的話 罷免是罷不掉的 那既然這樣子 拆良現在是拆辛酸的嗎 不是 這是分為兩個層次 我們先講民進黨的策略好了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 第二層次的承案推過 他靠的是什麼 仰賴是組織系統動員嘛 就是說你要伸出來 4萬個名字 這是不是一件有困難的事情 這當然不是一件有困難的事情 甚至是我都覺得 在這個承案的過程中 已經辦得很勉強了 因為原本一直卡在2萬多 那時候根本不進不退了 一間二間過不去啦 對嘛 然後後來突然間跟你講說 冒出5000份來嘛 那理由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問民進黨 因為原本大家的訴求 是在於說Net這個案件 東岸廣場這個案件 但現在已經判決都已經出來啦 甚至都人家被踢爆說 應該轉過頭來 變成是林佑昌土力廠商這件事情啊 那林佑昌土力廠商這件事情 有沒有澄清 有沒有訴求 沒有 所以現在就是為罷而罷 那罷了之後我覺得更好笑 因為人都還沒倒在地上 你馬上有人說 他的位子我要誰 高嘉瑜跳出來了 哦 所以我們現在看懂了嘛 這變成是林佑昌跟高嘉瑜的抉擇嘛 那高嘉瑜跟基隆這個地方 完全沒脈絡嘛 他之所以說要選基隆市長 就是因為港湖沒有地方可以混了嘛 港湖沒有他的棄生之地了嘛 台北市又輪不到他嘛 所以問題是他又是賴系人馬嘛 所以把這個地方安插 所以這時候變成選民有一件事情啊 你跟我講要罷免謝國良 是因為東岸廣場的事情 哦 你總不能跟我講說 因為他是一個健康快樂的成年人 或者說他沒有吸毒 然後因為這樣要罷免他吧 那太嚴重了吧 講過幹話的政治人物還有少嗎 沒在少了吧 那你說換掉他的目的 是為了讓賴清德的愛將 有一個欺身之所 這個正當性說不過去 再第二件事情 那你謝國良要如何去應付這件事情 因為他如果全面啟動他的入戰實力 我可能會保證他 罷不掉他 罷不掉他 他得票數絕對是遠遠超過罷免票的嘛 對不對 但他動員之後 他得面倒第一個問題哦 那2026你是不是會有重複動員的問題 這才是民進黨要的結果吧 你扛得了罷免 但是你在正規選舉戰中 你會元氣大傷嘛 對不對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所以國民黨想出來他的配套策略嘛 你說同執委這個傢伙真的重要嗎 他不只同執委 張志豪也裸列進來了 事實上這是在幹嘛 這是在訴求跟號召 因為俊翔哥 我們今天如果說要防守謝國良 因為謝國良做得好棒棒 是不是立場很薄弱 但如果我今天跟你講 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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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是為了要罷免同執委 所以你順便把謝國良這個反對票給投下去 那是不是立場就搶了 對不對 我們把議長奪回來嘛 我們把民進黨的仇恨值拉起來嘛 所以這才是國民黨的策略 相裝五件意在配攻嘛 所以我最後一個結論 謝國良真正要擔心的不是這個罷免案 而是2026年這場仗 你該要怎麼打 而國民黨關心的也不是謝國良這個罷免案 而是藉由謝國良這個罷免案 斷了民進黨的氣勢 為了保後面的立委罷免戰 跟保2026的全台灣縣市首長的佈局 好 宏偉我們看到了 綠營發動了罷免謝國良這一仗 它有多關鍵 後面引發的後續效應 那個藍綠互相廝殺的罷免交土戰 會有多激烈 當然罷良可以算是整個民進黨的大罷免行動的第一戰 首戰 那所以大家也會擔心說 如果產生一個所謂的骨牌效應的話 如果你第一張骨牌倒掉 那恐怕後面民進黨就覺得有機可勝 而且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好幾位的區域立委 他們都已經成立了所謂的罷免小組 臻工然後成立群組 甚至已經成立工作站 甚至有些都還在收 已經開始在提前收聯署書了 所以罷良的第一戰 我們今天以國民黨來講 我們不會把它視為說 這只是謝國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 因為這可以可能牽涉到未來整個的 尤其區域立委 他是不是會變成野火燎原 所以謝國良自己他今天也承認 他會在今天的傍晚 就是到中央黨部來討論相關的事宜 那我們基本上 國民黨的包含一些縣市長 還有一些立委 其實我們也有這樣的認知 那麼這件事情 事實上並不是謝國良一個人的事情 而且他是未來 如果這個罷免成功的話 那麼大罷免時代必將來臨 而且恐怕同一批的人 他還可能有交戰手冊 他從基隆的一個罷免的經驗 然後他會從台北 新北 桃園 一路上的去來做複製 所以我們把這一戰視為整個 從今年到明年一個大罷免時代的 一個最重要的第一戰 大家都知道高嘉瑜他家裡還在住在基隆 所以他現在喊出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不過昨天我跟他一起上節目 我就說高嘉瑜你別傻了 因為事實上民進黨所設定的 如果罷謝國良成功的話 下一個挑戰這個基隆市長的人選 不會是你高嘉瑜啦 因為我們事實上已經封文 就是現在的基隆市的議長 童子偉 童子偉他本身就是賴清德的侄子 那麼所以事實上這一次的罷良團體裡面 其中的重要人物也跟童子偉 事實上關係蠻深厚的 那所以當然我覺得以高嘉瑜來講的話 因為他要講說我準備好了 那當然這樣子大家不會忘記高嘉瑜 那他會有一些聲量 但是呢未來如果罷良成功的話 那麼我們所知道民進黨呢 確實有他們的附案人選 口袋人選 不過呢我們也會跟民進黨 還有跟高嘉瑜說 那麼事實上在罷良的這一戰 我們會全力的來挺謝國良 我們會讓民進黨的口袋人選 沒有辦法上場 好原知明年2月的立委罷免 那是明年的事 但是更早今年的8月9月 就是拆良的大戲 這兩場戰事怎麼相互牽引 你的觀察 共通性就是 這就是民進黨要搶位子的一個罷免 因為我覺得都沒有正當性 像謝國良這個東西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要被罷免 起因好像說是東海岸的那個廣場 停車場 可是實際上謝國良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是幫基隆市民守護他的市產 不是謝國良的話 那個大日二到四樓他們增建的這個產權 就被民間企業拿走了 那一個幫基隆市守市產的一個市長 為什麼要被罷免 現在幾乎都是先射箭再畫把嘛 就是說因為我要去罷免謝國良 所以就開始把他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拿來加要添醋 然後把他放大 然後來黑他說他做的很爛 可是實際上 基隆市政府他們自己上個月有做一個民調 那個民調是戴立安 民調專家做民調 市民的滿意度高過於五成的哦 所以我覺得這個罷免從頭到尾都是怎麼樣 都是可能是謝國良 把民進黨長期執政的限制拿回來了 民進黨不高興啊 然後怕謝國良去查一些 過去民進黨執政的一些弊端啊 不高興啊 所以就要把他罷掉 那當然所以我們現在國民黨態度是什麼呢 我們國民黨不能坐以待斃啊 就如果說今天是你民進黨奪權的一個罷免的話 國民黨當然全部都要全黨迎戰 就像包括我們立法委員五十幾席 然後還有一些市議員 全部都要去基隆去幫謝國良 想辦法反罷免 那現在民進黨就見縫插針啊 他們說 哎呀本來謝國良呢 沒事啊沒有仇恨值啦 都是因為被什麼徐曉星啊誰誰誰 把他仇恨值拉高之後二階才過 愈加之罪 愈加之罪 而且這個倒果為陰 今天就算是國民黨沒有任何人去挺謝國良 你覺得民進黨會放過他嗎 怎麼可能 不會啊 是 所有的事情都是民進黨在黑他啊 最近在檢驗什麼謝國良 弄什麼人工草皮啊 講得多誇張 還說那個人工草皮有毒 那個鬼扯一通 所以不是說我們國民黨 假裝沒事 謝國良就會過關 不是這件事情 所以謝國良的事情 是一個不正義的罷免 國民黨不能做一代批 現在已經全黨迎戰了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我還是很樂意 他不可以一天 我還是十分不靈洋 就要把文章綢 誰都不敢 我還是十分不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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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 我還是十分不靈洋